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火虫金工的设计师何轩宜女士 还有我们的Lorenzo Tomascu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访问 两位好 你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的火虫金工它的这个名称其实很特别 是你的一个初心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想要开工作室的时候其实当然要取个名字 不免俗套有去给老师算了一下 但老师只有跟我说你就回去翻字典 上面要几话下面要几话就对了 我就翻啊翻到处翻翻来翻去就是翻不到我喜欢的 然后直到我翻到火这个字 这个字超级霹雳无敌难念没有人能够念 所以我就查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字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是一个金属的元素跟我的工作是有关的 那它的化学室是HO刚好是我的姓 所以我就决定要用它 那同这个字呢是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公 同这个字的意思 它的本意就是希望能够一同一伙人一起这样子的意思 那我也希望我这个工作室是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用过透过手作来分享彼此的美好跟情感交流的地方 对所以我就还是选择了火同这两个字 虽然很多人都说好难念啊 记不得啊不适合商业啊 我说不行我必须要还是要用这两个我觉得能够代表我的理念的部分我才能够觉得比较有意思 不然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室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是 这六年来其实你每一次的一个课程然后迎接了比如说一个人的一个课程或者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 不管是怎么样的笃合你都见证了他们之间的一个流动的情感 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是你跟你父亲的 你父亲根本就不支持你去成立这样的工作室 即便到今天他都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怀疑 可是你真的用你的这个工作室 然后因为你本身真的非常喜欢就是你的这个手工的这个部分 然后你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然后你要不要把这个历程稍微分享给我们 一开始我要开始的时候 先开始说一开始我要念艺术的时候 我爸就说不行 会饿死 会要死 不行 所以我跟大家其实抗争了很久 那我也因为为了要顺他的心 所以我去念了他想要我做的事情 像是商业经营 资讯管理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到后面我跟他说 老爸我不干了再这样下去 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毕业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所以我就说我要念艺术 然后他就说好 没关系 你有材料你去课 他就是那种很 对 他觉得我考不上 所以他就是你有材料你去课 好 我就来 我就考 那也让我很幸运的有考上 那我之后我进去艺术的领域之后 接触了很多艺术之后 我开始接触这个金属的部分 我突然发现他 他跟我有很强烈的共鸣 那那个共鸣 有一个老师 我的硕士老师曾经问过我说 你觉得金属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说他很像朋友 他其实是陪伴你 然后跟你对话 因为你每敲他一下 他就会长一个形状出来 他是会跟你有反应的 但是朋友之间 你不是说你要他干嘛就干嘛 你要顺他的心 才能够长出你要的 这样才是一个朋友的 一个之间的互动 所以对我来讲 他就像朋友一样 然后他陪着我一直到 到我就算我疗愈也好 开心也好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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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透过 这个手作的部分去做 这样的一个部分 这个互动 所以金工对我来讲 金属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陪伴我 但我还没结婚之前 我曾经说过 不能没金工可以没老公 不过还好我嫁人了 OK 我想问你 Joyce is your best friend 那是为了你结婚 那是正确的 那是正确的 可以你说更多吗 她是我的 best friend 我喜欢听她 我喜欢听她 我喜欢闭着自己 我喜欢闭着自己 然后就在一起 所以我认为我们 我们是完美的配合 我们有个相似的 我们有同样的想法 有同样的想法 我们有同样的想法 同样的想法 同样的想法 和人之类 所以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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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 所以你也帮她 在她的设计 you have your own classes yes I mean I help her in terms of her diversifying her business model and I'm part of that you know I'm grateful that I get to continue teaching and in teaching young students you know sometimes almost teenagers because that's something that I enjoy is keeping this the teaching skill fresh so and then like I said she's a great teacher so she helps me so much we help each other yes we help each other 好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在這麼多的作品當中 當剛剛說的 很艱困的這個時候 就是在情感上面 真的需要抒發的時候 有一個作品陪伴了你 你把它做出來了 有 就是這一個 其實 這一個 它其實是我創作裡面 在延伸出來的一個 小型的商業作品 就是讓我的創作可以在 放在商品裡面 讓人家也能夠稍微接受 但是它又沒有那麼的 商業形式化的一個作品 對 其實這作品是我爸爸生病的時候 我做的一件作品 因為那時候我需要一個輸壓 需要一個療癒 在我陪伴我爸爸的時候 所以我透過 學的一個心計法 皺經法的這個東西 它需要花時間 花精神去專注在某一個 moment上面 像這個皺摺的部分 也是要透過火的流動 火溫的部分 你去讓它走下去那個部分 所以它在我很難受的時候 其實是在療癒我 讓我平穩我的心境 讓我有更多的正能量 去陪伴我父親比較 負能量的一個部分 對 那也是我那一年 我爸爸最嚴重的那一年裡面 是這一個系列的作品 我去拿去做展覽的時候做的 那後面之後我開始衍生小的 然後讓它可以分享給大家說 其實不一定一定要有很多 很漂亮很閃爍的石頭 才能夠做出一個適合大家購買的東西 那我的東西有一點點不是很上面 但是還可以讓人家覺得 還不錯 有一些新的idea 那像我上次也有做一個 應該很少人會把那個 那種石頭去把它敲碎 像我就會把它敲碎 那我把它敲碎的用意是因為 我要想要做一個胸針 那胸針上面也是跟山水有關 跟我這個作品其實有關 我跟植物的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走在路上 我看到什麼 我就是會撿 就是會撿那個植物 那我對植物的東西很有感覺 那我也開始就是 我把那個東西 我把我就是有做一頭小路 然後旁邊有兩棵樹 然後下面我就把它做成一個半月形 有點像月亮之間的東西 然後我就把那個白紋石 我就把它敲了 它原本是圓很漂亮一個 我就覺得說圓就不對 我就是把它敲了 那其實敲的時候也沒有敲一個就對 我敲了好幾個才找到一個對 然後我把它放進去 那我用的想法又不是真正的爪像 因為一般就是爪子這樣壓下去 我就做了一個樹上去把它壓住 但有人欣賞我的作品 幫我把它買 雖然他等了很久才等到柏勒 但是他買了它之後 我覺得我很開心 因為他說他收到的時候他說 太美了 真的太漂亮了 太好了 就是讓我覺得說 原來我一直做這件事情是對的 不是說一定要結合上運面 那麼強烈的東西去做創作 讓我有更多的自信心去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是的 OK To ask you Can you in this art crisis What is the one you like the most? This one I like the most So I'll say a few things I like the bright gold and then this combination of blue with the gold I think is a good match Like I was saying before I enjoy that she takes things from nature Actually I mean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you've taken have been from Canada Some of the things she picked up from off the ground when we were traveling around And then this one is a bookmark So I like that it's long and that it looks elegant You can keep your pages So it feels like you're You know you're elegant as well When you're reading When you're reading Yeah exactly So you will also make one for your own self? I would yes With her guidance With her guidance I'll try my best She might you know end up making more of it than me But in time OK 想要問一下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商業跟藝術當中 你已經算是很 就已經找到了你的一個平衡點了算是吧 沒有以前衝擊那麼大 應該只是這樣講 但是還是在繼續找 因為你還是不斷的在平衡當中 只是沒有一開始說非常沮喪 被人家講說這個能帶嗎 那種感覺你會很受挫 到現在我知道說 如果我想要在台灣繼續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必須把某一些些東西先做轉換 我才能夠靜個眼鏡 就跟這個一樣 我把眼鏡再融入進去商業面裡面 那他也是沒有失去本我 那但是你還是可以繼續走下去 比如說來到台灣的一個 需要用硅金屬 對 其實我剛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去面試的時候拿作品集 還有作品 那個老闆娘她是開營樓的 然後生意做很大的 她就說這感覺很高的 這會壞掉吧 其實你是很受挫的 然後你去面試很多家 她不外乎就是要你 繪畫技巧非常的強烈 然後就是一定要有石頭在上面什麼的 但是我的 我學習的那個模式 從以前到現在 我從開始學藝術類的時候 我們就不是一個 要一直畫一直畫的人 我們是必須要有靈感的 然後要有一個互動的 然後漸漸的 那你也必須要知道說你自己是誰 你是適合什麼樣的 不能說一直畫的人就不好 而是說你要先找到你自己適合什麼樣的道路 你再去做 那相對的那個 那個衝擊 你一開始那個貴金屬的衝擊 其實我是蠻大的 然後到後面我漸漸開始去轉換 因為你也看到很多來買的 他不外乎就是他要保值 會買很貴重的東西的保值 他通常都是要保值 那保值如果你給他用一個 他就覺得說這個沒辦法傳下一代 你懂嗎 所以在那邊我當相對於我在那個場合裡面 在那個老闆的公司裡面上班上了一年之後 其實也是有刺激到一些東西讓我有轉化 讓我能夠比較能夠適應 我不能說不好 就是只是你要知道你的你是誰 他是誰 那你能夠納進來多少他的東西 然後再進而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所以其實就是漸漸在轉化中 有時候我也會用貴金屬 那如果客人需求我也覺得可以 對那只是來我這邊做貴金屬的人 他們其實也蠻特別 他們就是覺得外面賣的都差不多 他們不想要 了解 所以我們就會討論 然後有時候他們想要自己做 我就說可以 但有些東西真的太難了 你可能要交給我幫你完成 他說可以沒關係只要漂亮就好 我說就是要有你的意思在 但是有一部分是你操作 有一部分是我操作 因為你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到那個程度 對那有時候是全部給我代勞 那我也蠻感謝我的客人的 大部分來找我的都是很放心就給我做了 他不會跟我說他要幹嘛 他要幹嘛他要幹嘛 他會要求很多各種不同的東西在裡面 沒有他就是說 你想你想他就給我想 那我想一想我就是 壞話我就給他 我說我覺得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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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呢 他說好啊 就是很讓我可以自己去創作 不會給我太多局限 對 我來問你 我來問你 did you uh discuss the uh plan about uh recent plan and uh far away uh what uh joyce would like to uh make for her studio do you know oh um she wants to maybe to broaden out her business model yes 一個一個考試給他 好你還是你自己來講吧 短期計畫 欸就是我 短期計畫就是現在我在做這些事情 我就一直會繼續做下去 那中期的部分的話其實因為我知道我還有一天也是會老 我不可能永遠一直都在做這件事情 教學這個部分 但是我希望我的工作是一直能夠有營造那樣的部分 所以我必須要去訓練我一些員工來 那我也詢問了就是當然是也是我的學生 他們從以前就跟著我的 然後我就會問他們說 你們想不想做這件事情 那從那個這個計畫開始之後 我開始教 不是只教他們會 因為他們本來就會 只是要再更精進 而是再來就是我要教他們會教人 這又是另外一件考驗 對我來說我自己也是考驗 因為我必須要把他SOP講好 還有會發生什麼情況 那個都是一些經驗值的分享 對 所以我就是透過這個中程的計畫 開始之後我希望我的長程計畫能夠 繼續讓我的工作室爛下去之外 我也希望能夠開再開一間 就是能夠再往外擴一點 然後融入他我先生的課程更多 因為現在我的工作室 是其實滿滿的 加上他的教學會畫的部分 其實是很滿的 那我希望說 等到如果我們有能力再繼續往前 因為要開大一點 你相對要請人 那你就是必須要有人 那這就是我前面忠誠在做的 有人之後我可以有調度 那調度之後 我們開始去做 再繼續做下一個長程的規劃 那那個的長程規劃 我希望能夠融入他的 親子手作的部分 那親子手作就是會畫跟英文 那這個小朋友都很喜歡 我也覺得 也不錯 因為他也很愛小孩子 我也很喜歡小孩子 那像我的課程裡面 本來就一直都有親子的部分 因為有太多夫妻來會帶小孩 那小孩不可能坐在那邊很乖 跟著你兩個半鐘頭到三個小時 但是就是變成說 我會給他一個銅片 給他一個棒子 他就敲得超級開心 他可以敲超久 就一直敲一直敲 那這個東西也給我的靈感 我就說 那 因為我們那邊有畫畫的筆 所以我就說那你畫一畫好了 畫完之後 再做金屬的東西 然後把它結合成一個鑰匙圈 或一個吊飾也是可以的 所以那個東西最後也是 變成演變成是我 親子金屬親子課程的一個部分 那 讓小孩可以盡情的喬 盡情的話 那順便也是可以認識色彩 我覺得這是 蠻有意思的一個親子課程 所以我也把它放進去 都是透過那個工作室 在研發出來的東西 而不是我一開始就想出來的 而是我跟人有互動之後 他們給我的想法 然後我覺得說 好像也可以這樣 那不然來試試看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對於會有這樣的機會 當他已經實際成熟了 然後可以開個工作室的話 你對他們的建議會是什麼 就是你還是變成說 你一定要堅持你要做的事情 那不是為所欲為 而是在你能夠在營運下 順你自己的心繼續走下去 那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難 一定會有沮喪的時候 會有難過的時候 你要如何想辦法讓你的工作室 繼續營運下去 就算你去賺外塊 我覺得那個都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你就是拿這個來補這個 總有一天他漸漸會幫你補起來 就你就不是一個洞了 是平了 然後漸漸就堆堆堆起來了 那重點是你要持之以和 那你要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相對的總有一天 人家就是會看到你 因為我是這樣來的 我這樣你跟TomasQ的身上 看到你們就 Support each other 的那個 The best friend 的那個力量 對 然後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邀請到我們的 火銅金工的設計師 宣寅 還有我們的TomasQ 來到我們的現場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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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